DSE 2020 ICT Paper 1A MC 第二题 这个题当年只有53%学生是答对的 给了个8bit Tools Complement的Code 给了考生10100001 现在要把它转做Decimal Value 究竟是多少呢 根据Tools Complement 如果是0字行头代表是正数 1字行头代表是负数 所以这个1字头代表负数 负多少呢 Tools Complement其实有个捷径 一位、二位、四位、八位、十六位、三位、六位、四位 这个就是128 不过是负128 我们直接写负128就可以了 后面这些有1的地方 我就加回它的位积 这个是1 这个是32 所以它的Decimal Value 就是负128 加32 加1 所以答案就是负95 即是D for dot 留意这题目的答案很有趣 A、B两个答案分别是33 和负33 我们看看为何会铺牌呢 例如它是B 负33 是怎样想的呢 其实这里 其实就铺牌了一个错的答案 就是给后生去选择的 负33很明显 如果你当这个1是负数 是负数 负数 32加1 刚刚可以砌到负33 所以我们要对Tools Complement有个正确的理解 一行行暗示是负数 或者直接表达负数 但它的位值其实是负128 你要把它减回负128 再加32 再加1 那就对了 就不是负32再负1 负33 所以B是不对 正确答案是D for dot DNC2020 ICT P1A MC第八题 只有41%厚生 刚刚 刚刚就说Merry想发一个E-mail E-mail就会attach PDF rather than DOC 即是附件要是PDF格式 她就不选DOC 就问什么是可能的原因 即是为何possible reasons 留意称谋的字眼 比如possible 即是可能的原因就可以了 1.PDF可以encrypt 即是可以加密 但是DOC不行 很明显都是错的 因为DOC都可以encrypt 即是可以加密 encrypt了变成乱码 基本上就算Hacker拿到的档案 都不知里面 很难说decrypt 即解码 知道里面的内容是说什么 2.PDF的layout 可以保留 可以保留 这个都很明显是正确的 你说为何DOC又不行 譬如DOC 譬如是word document 在不同的平台安装 Microsoft Word 都可以开到DOC 都好像看到原本的Document 叫layout 但实际用过就知道 真的差了一点 即是那些layout 字体或者图片的位置 是有些走了一点点 简单来说 就没有保证 反而PDF 即PDF 它真的做到可以cross platform 它不同的平台 都有个reader 免费给你download 可以开个PDF document出来 而里面的图片和文字 是一模一样 没有走位的 好 第三 PDF可以插MultiMedia Elements 即是多媒体的元素 例如声音、图片、影片 即是word不行 很明显是错的 即是word是可以的 所以答我个题 即是B for boy 好 DSE 2020 ICT P1A MC第九题 只有39%校生答对 Mistney打算设计 和整一张学生的成绩单 Student Results列 Data来自Database Database Database 会在里面抽 student information出来 学生的资料 和exempt marks 考试分数 Mistney如果要做这件事 即要做这个action 这个动作 由Database抽些资料 整一个学生的成绩单 究竟它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这里有几个选择 即是create reports create hyperlinks create SQL create sql sql command create pivot table 这些宣课都比较 要用什么的软件 去做这些动作 看上去软件的名声 都像层层的 总是会用DataBase 或者用Spreadsheet 或者用Word Processor 但是答应MC有个几好的原则 可以想一想去形容 所谓begin with the end of mind 看看最后我们想做些什么 最后我们想做个成绩单 这个都很明显是一个报告report 只有A来提及report 即是我们以题目的context 它要达到最终的目的为基础 去选择A、B、C、D 哪个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没有这个System Results Lib 基本上就算DataBase 抽些什么都不重要 最后你达不到做report的目标 所以答案就是A 这么简单 可能咬了 可能不是的 你说我还需要 譬如你抽DataBase 我要写C个command 我要选C 就好像都很适合 但留意题目都比较 它要用什么软件去做 譬如这个说 用spreadsheet software 去create SQL command 很明显是contradiction 因为应该用DataBase的software 所以回答MC 我们最要了解题目 它核心最core 它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不会被其他的distractor 就是妖乱了 大家选个对的答案 好 DXC 2020ICTP1A MC第13题 一题只有53%考生是答对的 特别就问 下面这里几样东西 哪一样东西是 Example of data collection 一个数据收集的例子 包括这个 Taking time gas meter readings 就是阅读煤气标的数据 第二个 就是将银行提款卡 插到ATM machine那里 第三个 就是将相片放到scanner 准备做scanning 第四个 就是将考试分数 由Mark sheet 即是那张计分纸上 输入spreadsheet软件那里 看下去 似乎每个例子 都涉及一些 将Data去input 或者去收集 看下去真的过了几次 究竟哪个才对呢 其实Data collection 或者Data input 是属于Information Processing里面 其中一些的step 你看回它的definition Data collection 就是collect raw data fo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raw data 即是原始的数据 还有重点 这里是说收集 collect 未到Data input的过程 什么是input呢 即是说将Data 由现实世界 我们当它physical world 输入到数码世界 即电脑世界里面 输入到电脑里面 所以input 我们来看看 其实第二个都是input 这个是input 将卡本在现实世界里面 插到电脑里面 卡组织入的data 这个就是input 这个也是 将相片放在scanner里面 都是input的 另外就是透过keyboard 将分子上的data 输入到spreadsuit里面 这个也是属于data input 反而这个 这个 读回器标的数据 这个真的算于data collection 因为未涉及用电脑 实际上抄标的人 也是在收集 raw data 原始的数据 所以答案应该是a 好 DNC2020 ICT 给它找你MC第15题 这个题只有47%考生答案 题目给了三部电脑 XYZ 它们是用相同的operating system OS 它们的CPU RAM Storage 和Network 有一大堆的configuration 或者叫做规格specification 现在答案就问了 XYZ E三部电脑 哪一部 是会用最少的时间 去boot up 即开机 啟动电脑 boot up它 首先我们要理解 什么叫做boot机 boot up 以及它用的时间 会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简单说什么叫boot机 首先电脑会做一个post test 就是电脑的CPU RAM Mutterboard 的运作成为正常 接着电脑会将operating system 即OS 例如Windows 或者MacOS 或者iPadOS 由Secondary storage 拌到Primary storage 即RAM 背后就是CPU 负责做操作 OS拌到RAM 就叫做完成boot机的动作 所以如果我要shortest boot up time 特别是后面这个step 即OS 由Storage拌到RAM 这里是要用最长时间 因为这边是Secondary storage 可能是Hard disk 例如X电脑就是Hard disk 如果SSD Y和Z 又会快些 快很多 所以要快 我们Storage 就要首选SSD 为何Solid-State drive 会快些Hard disk 因为Hard disk 是用mechanical的方法 去read and write data 而SSD 基本上是全Electronic Electronic 没有机械的pass 所以一定快的 YZ 大家都是SSD drive 容量的大小 它一样 所以暂时很难比较YZ哪个好些 跟随我们看RAM 既然OS要拌到RAM 你RAM的空间越大 这个动作肯定越畅顺 我们比较 Z4GB Y2GB 所以这个就赢了 这个输 这个输 这个两个 一样 我们再看CPU 整件事都是CPU在背后操作 CPU能力一点 Bot up time也会短一点 Z4Hard 应该比上限 另外Clock speed 2.4GHz 这个1.8GHz 所以Z赢了Y 这里我一早就排除了X的利益 为什么呢 理量上可以咬的 因为X其实 CPU也是Quad core 2.8GHz 好像比Z的CPU更好 如果你计RAM 都是4GB 这个也是4GB 也是打和 为什么这个Hard drive 只不过因为这个Hard drive 我们就当它全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樽镜位置 而所谓樽镜位置 就是整个loadingOS 内的RAM的过程里面 用得最多时间 其实就是这里 樽镜位置在Storage Hard drive比SSD慢很多 即是输9条街 和这里输9条街 所以答案就会是Z 所以答案呢 最后就是C for CAD Z DNC2020 ICT P1A MC第16题 一题答对的百分比是51% 这题目是直接比较SSD drive 和Hard drive 两者的优胜的地方 但我问下面这里ABCD 哪一个不是SSD的好处 not 例如not advantage 那这就是SSD 又薄又轻 又省电又快 不过贵一点 那这就是传统Hard disk 重一点 和它是mechanical 它是靠这个Disk的转动 去read write data 所以它一定会慢一点 左边SSD 都是纯粹Electronic 而因为传统Hard disk 都是它转这个Platus 所以它电真的要用多一点 好了我们看看哪个 不是好处了 即不是SSD的好处 A用少一点电 这个是好处来的 是好处 所以就不是答案 B 就是制造少一点热能出来 这个很明显是好处来的 所以是好处也不是答案 C support random access 留意这个有点tricky random access就是随机存取 这个是SSD的特性 但这个同时也是Hard disk drive的特性 所以这个就不是SSD相对于Hard disk的优势 或者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我们再稳定点 就是D D SSD有higher access speed 即是Data传取的速度是高一点的 这个很明显是优势 是advantage 所以它也不是答案 所以最好答案 C for Cat DNC 2020 ICT P1A MC第22题 这题都是典型答不差的题目 只有33%考生答对 是关于computer operations computer components computer components 的题目 好 题目给了四句的statement 问哪一句是not correct 即是不对的 我们看A ALU performs 加监成锤 即是 Althematic and Logic Unit 即是 computer components 这个部分 ALU 里面有status register 有accumulator 以及ALU自己本身 是负责 直接做那个计数的部分 althematic operation 即监成锤 这个很明显是对的 即不是not correct 这个是正确的 而B ACC 即已经register了 这个我们叫accumulator 是ALU里面一个component 就是专利来 来储着 althematic and logic 例如做完加监成锤 做完logic comparison 比较这个nummer大小 结果是暂时放在acc 这个by definition 都是正确的 我们先写 这个就是我们的acc ALU 这个就是加减成锤 c register data transfer rate 是比main memory更加高 即是传送data 传送得快些 main memory是坐在这里 这个就是RAM 而register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CPU里面的memory CPU里面有一个 control unit CU 里面有一个 instruction register 这个 其实属于一种的register 在CPU里面其中 一个memory的部分 或者在ALU里面 有一个status register 这个都是一个memory 一种的形式 但register 它们传送data的速度 很明显比ram main memory里面的速度更加高 所以它都是正确的 正确即不是答案 因为它说明显到 You are not correct 再来看看D Data bus 是负责传送control signal 而control signal 是在main board 和input output device 两者之间走来走去 看到这个句子很合理 电线 Data bus 有些signal 在两个component中间传送 但如果你想深一层 Data bus是传送什么Data Data bus 只是传送Data 数据 所以Data signal和control signal 是两样东西 不是同一样东西 control signal就是 可以控制某个computer component的operation 是做控制 而本身这个不是Data 所以这里有两样东西 有contradiction 所以这个是错的 false 所以答案就是D4多 如果我们用这幅图去解释 ED的箭取线 就是所谓的Data bus Data bus 就是指ED的Wires 好 DSE2020 ICTMC 第40题 这条题目是一条典型的Economics 的题目 我们叫人体工学 就是设计到那些傢俬 DSE的设备 令到用电脑装置的人 减少受伤的机会 以及工作得更有效率 或者工作得更舒适 题目就问了 下面 1、2、3、2、3 这三样东西 究竟是需不需要令到他们adjustable 以符合Economics的要求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 The angle of armrest at P P就是浪手臂 或者浪手肘 这个柄 这里我的理解是angle of armrest 即是红色的地方 不是手肘的angle 这我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 但如果你说angle of armrest 就是傢俬的设计 因为Economics是讲人体工学 讲家具如何设计 以符合安全性、舒适度 以及减少受伤 所以应该是讲这个柄的angle 但其实这个柄无所谓有没有angle 因为它通常只会上下高低这样移动 即是可以调整上下高低 因为有些人手肘 可能手臂长一点短一点 这个可以常用 但它的angle 即是有没有rotation 那些 这里是无法显示清楚 也没有这样的需要 暂时我都未找到 网上有任何资料 Armrest的angle是需要转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1是不接受的 而angle of display acute 需不需要adjustable呢 即是这个Display 这个屏幕是斜地的 为何不斜地呢 因为希望和人的视线 保持一个right angle 而人的视线向下斜多少 又视乎人的眼睛 离开地下高度 和相对屏幕来地下高度 所以这个是有机会会转的 所以你这个屏幕的傾斜度 是需要adjustable的 因为我想保持到这个直角 简单来说 如果人的头高一点 眼睛在这里 他这样看下来 那屏幕就要这样斜上去 这个angle就是要转的 即是有少少转动 第三就是将桌的高度 需不需要adjustable呢 这个几明显是需要 因为每个人的脚的长度 都是不同的 脚长脚短这样 会影响桌子 究竟应该离地有多高呢 桌面 所以R的高度 最好adjustable 所以我认为答案是2&3 only 是C for cat 最好看的 要计划